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条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魔幻电影,田鱼智 相传在一个遥远的时期 地上的人类和动物和平共处 所有的妖魔鬼怪都被关押在神界的天牢里 由一位大神标云台多,吹笛感化 只要吹满三千个日夜,妖怪的魔性就会被封印 大神是一位大神 可是他遇到了三个笨蛋队友 看天牢的三个人提前打开了牢门 妖怪的魔性再次被释放出来 并将神敌的魔性全部吸收 标云台多因此受伤,掉落到了凡尘 时间过了多年之后 妖魔和标云台多一同掉落到人界 身体化作成人类,忘记了自己本来的面貌 三位门神下界,被惩罚找到神敌之后才能重新归位 但是这三位,法力低的一批 完全可以用废柴来形容 他们找到了一位法力高强的道士,花坛 花坛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帮助贫困的人治病 收留无家可归的人 按理来说,他也算得上是一位大善人 可是,就在他即将要出门时 一位疯癫老太太警告他 你只能得到一半 另一位的男主田于智 身怀各种绚丽的法术 不仅长得够帅,而且还会找事 他假扮成神仙 调戏当时的高丽王 献取了一万两黄金用于赈灾 并从王的珍宝中找到了神器 招妖镜 随后,潇洒地走进了一幅画中 在戒备森严的皇宫消失得无影无踪 田于智还有一个动物变的小跟班 小翼 小翼希望田于智找到两大神器之后 帮助自己永久地变成人类 现在,招妖镜已经到手 就差青铜剑了 田于智虽然有一颗行侠正义的心 做事情方面还是比较过分 引起了画坛徒弟的注意 到世界的两大高手徒弟当街过招 显然,田于智多了一个特殊技能 主角光环 收拾完画坛的徒弟后 他找到小镇上一个寡妇小美 明明才17岁 丈夫却在结婚当晚死去 家人认为她是一个灾行 计划在半夜将她杀死 碰巧的是 田于智也需要这个女孩 一位曹判告诉他 只要给他这个女孩 就会告诉他青铜剑的位置 然而田于智交出小美后 管家并没有告诉他 交出去的小美其实也是假的 曹判也不是凡人 她的真实身份是一只老鼠精 绑架小美也是有着特殊的目的 鼠精拿出一根笛子 吹出的声音让人类头痛欲绝 她还能召唤出一只兔子精 这只笛子 就是闷神要杀的陈笛 正当田于智和鼠精大战时 画坛带着人来到了这里 误打误撞拿到了田于智的符咒 神笛也被田于智给拿走 只留下了受伤的鼠精和兔子精 第二天一大早 师父叫醒了正在睡觉的田于智 只不过让他跑个腿 竟然闯了这么大的祸 可是田于智却说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在梦里和画坛大战帮师父报仇 还见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 师父才不信他的这些鬼话 一棒打在他的头上 旁边的罐子也被打碎在地 田于智所在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幅画中 远离凡尘的喧道 安静惬意的隐居仙境 这也就片片人眼翻台 像画坛这样的高手找到这里非常容易 他很直接的告诉师父 神笛他一定要拿走 师父告诉他 道士中也是有人有妖的 妖怪流的血是绿色的 画坛二话不说在手臂上划了一刀 师父还是不相信他 笛子在争夺中被折成了两半 正好和风老太预言的一样 他只能得到一半 老太太的预言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他接着告诉画坛 一招拥有 然后又要等上数年 只要他的腰上不开桃花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还说什么道士 这些话让画坛有点不明 所以在晚上包扎伤口时 他竟然流出了绿色的血 画坛 他就是当年消失的妖魔 怪不得风婆子会质疑他的身份 画坛晚上便找到了师父 在查理下了毒 杀死师父之后 拿走了另外一半笛子 此时的田于智正在和小美约会 小美的婆家不敢收留他 田于智见到小美年轻貌美 不免动了烦心 特意跑到婆家教训了他们一顿 还警告他们 以后要好生照顾小美 有一点差错 拿他们试问 这一边的门神发现师父已经被杀 将杀人凶手定位在田于智身上 刚回家的他 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便遭到画坛的一顿毒打 师父在此前给田于智留下一言 告诉他 建设勤贵 之后 田于智带着一半的神敌 被封印到画里 想要解封 只能等到500年之后了 正好应验了老太的画 一招勇勇 然后又要等上数年 画坛的命运被一位封老太预测 他也只能呵呵了 从此 画坛消失 三位门神过起了凡人的生活 转眼间 时间小让过去了500年 门神当年降服的两只妖魔跑了出去 他们几个人的实力太弱 画坛也不见踪影 想要收服妖怪 只能求助被封印的田于智 不料 被放出来田于智也无济于事 他的法力 全部都依靠符咒 没有符咒 他和普通人没有两样 狼狈的跟随门神 在大街上逃命 当年调皮的田于智 没想到也沦落到被追杀的命运 好在 所有的符咒都在小义身上 拿到符咒的田于智 重新回归本性 肆无忌惮地挑逗两只小怪兽 明明可以将它们击杀 却只呼着耍衰 受伤的突经仓皇而逃 在追管的过程中 田于智再次见到了小美 和五百年轻的样子一模一样 现在的小美是大明星的助理 整天受到老板的谩骂 生活像五百年前一样悲碎 穿越五百年的田于智 对这个世界一切都感到好奇 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地方 从海报里面拿出酒 穿上别人的风衣 到灯光四射的夜店放个地 这小生活堪比人间仙境 不过还有一件事 他需要完成 他要找到话坛 为师父报仇 在此之前 他要找到青铜剑 事情就是这么巧 在找青铜剑的途中 他们发现了关于话坛的行踪 话坛其实一直藏匿在政客之流 他一直在期待田于智 被放出来的那一天 好拿走另外一半神敌 统治世界 这件事三位门神显然不清楚 莫名中帮助了话坛的计划 话坛也知道 田于智喜欢小美 也知道小义想变成人的愿望 他用法术将小美迷惑 利用小义偷走了田于智的所有符咒 逼迫田于智在天台决战 没有符咒的他被话坛一顿虐 在生死和小美的选择中 田于智用最后的一张符救下了小美 其实小美并不是凡人 他就是和妖魔一同掉落的镖云台德大仙 被打倒的田于智领悟到到处的奥秘 不再需要符咒就能够施展法术 其实法力大增 在话坛面前也都是小儿科 三两下田于智再次被打爬 当话坛吹响神笛 所有人都头痛不已 除了隐藏的bug小美 他不知道从哪里拿的桃书枝 一把就插在了话坛的腰上 疯了他的话再次被验证 受伤之后的话坛带着田于智 进入到一个异度空间 田于智猛然从梦中警醒 和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师父批评教育他 小义在一旁嘲笑 就在他要喝茶时 他感觉到了猫腻 当时的罐子是被他碰碎的 今天的罐子还没碰就碎了 他突然想到师父的话 剑射秦桂 于是拿起剑射向了秦桂 话坛流着血从里面冲了出来 在最终 话坛被门神封印在画里 田于智和小美过上了幸福的二人生活 至于一直想要变成人的小义 他其实是一只母的 好了 本期到此结束 想看更多电影介绍 点击订阅关注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